大家好,我是Kyoko 這麼快我們就溫了一個月的書 其實也沒有一個月多 因為我只是1至5的時候溫 但即少可以成多 我們已經溫了20天的書 我覺得書應該要每天溫 因為大家很容易會忘記 但也不要迫自己太緊 好像會很辛苦 所以星期六日用來休息 就最好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可以嗎 這樣的方法 好,說了這麼久 我們就快點講今天的文型 今天要講的文型是有3個的 但也不難的,放心 我們首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前面是動詞彈形 所以你可以用dakiri 後面是nai 表示自從什麼什麼之後 再也沒有什麼什麼 就是之前那件事發生了 情況沒有改變過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後面多數是否定的形式 例如這個例子 kare wa de kage takiri modo de go nai 他自從拉出去之後 就再沒有回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過去式 因為他已經出去了 就用了大型 然後沒有再回來 筆這個文法 就會跟這個nai 這裏說多一點 其實giri也是一個n2的文型 他的意思有限定 只有這樣 可能大家記得這個giri 這個意思的時候 再跟這個nai的文型 可能就會比較記憶 不過因為牽涉到n2 這裏就不說了 好 接著來說 兩個都有點相似 我們首先說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dake de naku 前面是跟動詞 普通人 i的用詞 na的用詞 加na 或者名詞 加這個dake de naku 那樣的 於是類的 即是不單止mama 而且做mama 那跟這個baka ni de naku 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句的例子 その小說は大変なにひで まもなく映画化されるだけでなく 舞台間も決定したそうだ 那就是那部小說 很受歡迎 聽說不止 就快要改編電影了 還要有這個舞台劇 這個情況在日本常常發生的 例如大家比較有名的銀韻 即是他首先是做了動畫 然後又拍真人版 不知道遲些是否有這個舞台劇 好 最後一個要說 就是dake de wa 前面有一個動詞 動詞的普通形 b的用詞 na的用詞 加na 或者名詞 接觸跟剛才的一樣 他這裏的意思 表示光是咪咪咪的話 就表示 做前面的事 就很難出現奇多的結果 大家可以記得 dake就是指示的意思 即只是 後面跟一個de wa 就可能是 只是咪咪的話 如果你是跟這個de naku 的話 就是不指的意思 大家明白嗎 會不會清晰一點呢 嗯 那我先說一下de wa de wa 就是後面多數是 跟這個負面的評價 好 我們看看這裏的例子 我覺得這句例子 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 口頭節に 口先だけでは成功できない 只是說 不做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覺得這句話 也算是人生的左右榮 所以大家可以學了這個日文去吧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 那這裏跟大家說好 不好意思 因為下個禮拜我去了旅行 對 沒錯 終於放假了 耶 所以下個禮拜會暫停 一個禮拜我不會上傳這個youtube 和不會上傳的三字卡 希望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旅行 那這次就不是去日本的 嗯 我在這個IG再分享我去哪裡給大家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之後去哪裏旅行 就可以看我的IG啦 那所以我們就休息一個禮拜先啦 我們4月回來再一起溫宣啦 再提醒大家 這個JLPD的考試 在4月3號就截止報名的啦 大家記得如果想考試快點去報啦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